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九 看今天 大牙好帅哦 我们现在在奈里的基地这里 就是果园这里 昨天不是没有看到黄金奈里吗 没有给朋友们看到,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跟大家讲,今年的黄金奈里的话 产量可能会比较少 因为今年很多果农没有种了 最近去年亏了很大一批人 然后价格的话可能也会上涨 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上的价格 还是去年的价格 先上一批 后面的话我们可能会往上调 因为成本上涨了 我们也必须得上涨嘛 刚刚我们也跟黄金奈里的果农讲了 就是我们第一批的话 就是按去年的价格 第二批的话我们再 如果说市场还是增价格的话 我们就一样的需要给它一个涨价嘛 毕竟人家辛辛苦苦种的果嘛 是吧 而且去年确实天气的原因 然后很多人都不种了 所以它今年的这个礼子是比较值钱的 就是这 像这种套了这个套的 就是黄金奈里 它是套了这个袋子之后呢 它是起到了一个防虫 然后防针防水的作用 就是它套上之后它就不管了 它是一个物理防害的嘛 就不一样嘛 这个是青奈 没有套的就是青奈 这个好大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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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尝一个青奈 昨天没有尝到它这里的青奈 那它在用无人机给大拍一下它种植的一个地方 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这边基本都是石山 它是在石缝里面种的 黄桃也是在这边 去年吃过黄桃的朋友应该知道 很好吃是不是 锦绣黄桃 嗯 青鲤的话 田中带一点点酸 我喜欢吃 青鲤的口感是脆的 然后 黄金那里的口感是甜的 没有酸味 但是青鲤有一点点酸味 黑鲤的话它是软的口感啊 皮是酸的 鲤的话都没有纯添的 这个大家知道啊 如果说买了黑布林的啊 朋友们应该知道黑布林是软的才好吃啊 所以它口感不一样 咱们喜欢哪一个就选择哪一个 如果说都想尝一下就各拍一单也没关系 咱们这个青奈里给大家上了一个粉丝福利的 也是回馈给大家的 五斤 你们可以去市场上面看你们市场上买多少钱 我们五斤才18块吧 然后 九斤是30块吧 是一个粉丝福利的哈 果子肯定是稍微小一点的 但是也比你市场上买的要便宜了 给大家看一下 黄金奈里 好晒哦 这样子的就是黄金奈里 它外面有一层果衣啊 可能看不太出来 还有一个太阳照射的问题啊 它就会显得有一点绿 看这两个能看得出来吗 因为现在它还不够黄不够成熟 要等个几天我们现在就是预售啊 七天之内给大家发货 过几天它就会很黄了 这个很大对不对 然后看这个 这样子就能看得清楚一点 再来一个太阳照射的 看着有点绿 它是其实很黄了啊 可能视频上面看着不够黄 但其实这个蛮黄的了 因为这边都是绿色的东西嘛 照着它是绿的 嗯 现在不够熟 它还有一点点不够甜 但是也甜了 黄金奈里啊 熟了之后呢 它是一个没有酸味的 嗯 还是跟去年一样 空心的 这个不是坏啊 黑的里面 更长的啊 早期的呢 口感就有点脆 中期呢 它是稍微软一点 现在这个黄金那里 这个价格啊 你们可以去超市 或者是其他地方去对比一下 人家卖的价格啊 都是要上到十几二十块钱一斤的 但是咱们是在产地 所以给大家的价格的话 都是 产地价啊 老谭不知道去哪里了 刚刚那里飞无人机 我现在找不到它了 我转了一圈找不到它了 这个管也很大 嗯 好甜这个 咱们今天啊 今年这个那里 给大家承诺的就是 啊 生鲜是二十四小时 二十四小时之内 你有坏的 坏一个 咱们给你陪两个 坏两个陪四个 坏半箱直接送给你吃 咱们客服 去年是没有客服的 客服现在是在线的 大家收到货的话 有问题 及时联系给客服 然后我们及时去 呃 等点就可以了 还有老板过来看过 车过去了 我还是喜欢吃黄金带 吃着放心 他套了袋子 吃着放心 你去哪里啊 我去飞 我去飞了 飞得怎么样 好大的 好大太阳是不是 你看我们两个 应该不出意外的话 如果在这里 待个十天半个月 变谈黑人 不用一块的 看去看一下 那个黄金那里怎么样了 你嫌弃吗 嫌弃就不要吃 哈哈哈哈 好吃吗 我觉得好吃 可以 现在早吃 现在还没有下树 没达到一个下树标准 所以我们也是预售 这个要放两天 再不去放两天 刚好 泡河到你们那边 刚好 它没有酸味 对 一个里子它没有酸味 而且它是透带的 透带的话 它是物理防害的 大家都知道 什么水水啊 什么东西啊 没有